编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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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发马特爱抵胸 他们都是谁 何时才能不停讲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牢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捂掉 捂上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不知道的经理 宝贝 写完 宝贝啊 你怎么不写作业了 这么快就写完了 老爸 不是我不写 是有一道难题实在写不出来 我看反正想也想不出来 还不如玩会儿呢 哎 你啊 怎么就不学学坚持啊 不是我不坚持啊 这道题我不知道怎么做 再想也是白费啊 宝贝啊 你这可不叫坚持啊 坚持是想不出来就不罢休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 老爸 你这不是叫我逼自己吗 再说 有人能做到吗 嘿 我就是说这种精神 我可没有逼宝贝啊 再说 人家丁兆忠就做到了 一生坚持着自己的理想 从来没有放弃过 丁兆忠 他是谁啊 丁兆忠啊 他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实验物理学家 出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 汉族 祖籍山东省日兆市 1976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又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叫老爸快给我讲讲啊 嗯 那好吧 我就给宝贝讲讲 讲完就赶紧做作业 哎呀 老爸知道了 到底讲不讲啊 哎 真是拿你没办法呀 丁兆忠啊 曾发现一种新的基本粒子 定义和自己中文姓氏丁 类似的英文字母 J 将那种新粒子命名为J粒子 宝贝他爸 你讲的真是一点儿进步都没有啊 我看还是宝贝 跟我去书里看看吧 小书圈啊 我这儿刚 好哎 那小书圈你快带我去吧 拜拜再见 哎 不是要听我讲吗 到了 到了 这是丁党中少年时上课的地方 哪个是他呀 等会儿 你就知道了 刚才我说的那道思考题 有谁知道啊 嗯 丁党中 你会是吗 老师 我可以做出来 不过 不过什么呀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起来 老师 但是 但是我相信自己能够得出答案 所以希望您能给我些时间 好 我相信你 那我就明天等着你的答案 宝贝你看看 丁党中就是这样 他为了这道题呀 那是吃饭想走路想 别的同学呢 都出去活动了 只有他还对着这道题苦苦思索 直到呀 他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后呢 他马上跑到了图书馆 查找资料 验证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 直到确认自己的解题方法没有错误 他才满意而去呀 这才是坚持的精神呀 我刚才不继续想提 是意外情况 我在坚持上 其实跟丁党中差不多的 宝贝 你看 那个人就是青年时期的丁党中 我早就想到了 诶 对呀 他在做什么实验呢 这个实验是经党中 一生中经历 最重要的一个实验 那就是著名的 测量电子的半径实验 哎 真是不明白 这些科学家怎么总喜欢做这些稀奇古怪的实验啊 到底有什么用啊 宝贝 这个 你不能这么理解呀 其实 他这个 小书圈啊 果真是你来了 我在屋里就听见你的大档门了 啊 丁党中已听见了呀 我这没多大的声音呀 好了好了 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 哎 这是 瞧 我都忘了介绍了 这位呢 是我的朋友洛宝贝 我们这是专门来看看你的 宝贝 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小问题能问问你吗 当然可以啊 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我刚才听小书圈说 你在做什么测量电子半径的实验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啊 哦 这个呀 是这样的 因为早在1948年 理论物理学家根据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 得出电子是没有体积的结论 啊 既然都得出结论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呀 宝贝 怎么回事呀 别打断人家说话呀 哈哈 没事的 宝贝啊 但是到了1964年 实验物理学家经过实验 得到电子半径为10至13厘米实验结果 随后多个物理学家同样得到 电子半径为10至13厘米的实验结果 即得出了实验与理论不相符合的结论 所以我要去亲自验证他 嗯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既然有很多科学家都验证的事情 你为什么还要重新做呀 难道你不相信他们吗 宝贝 科学上没有什么是肯定的 我不去做 怎么就能认为他们一定是正确的呢 哦 那你做实验的结论是什么呀 实验结果跟我之前的预期是一样的 那就是那些物理学家所得出的电子半径是错误的 电子确实是没有体积的 也就没有什么半径之说了 所以宝贝啊 我要告诉你 这个实验技术 不要盲从那些所谓专家的理论 啊 看来我以后也不能盲目相信什么了 哎 宝贝 你也不能太极端呢 像家长说的话 你还是得拼逼 哎呀 我知道啊 嗯 知道就好 宝贝 你知道吗 丁照中在实验中还发现了胶子的存在 胶子 在物理学中 理论上认为夸克之间的力是胶子传递的 但胶子之前只存在在理论当中 老爸 你又开始说天书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说呀 丁照中当时也是很意外的发现了胶子的存在 所以做实验物理要对意外的现象有充分的准备 什么跟什么呀 我还是去看丁照中了 哎呀 我说的挺清楚的呀 就能处理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树枪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看来都很不喜欢丁照东啊 宝贝 那是因为这些人都不能理解丁照东啊 丁照东的这个发现可是被国际高能物理学界 誉为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礼成碑啊 等等 到底是什么发现啊 小树枪 你说清楚点好不好啊 好 在1970年代初 物理学家们普遍认为 世界上只有三种夸克 用三种夸克的理论就能够解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 而到了1974年 金岛龙又提出了寻找新密子与新物质的实验方案 小树枪 你再给我解释一下那个夸克又是什么东西啊 夸克啊 松子 智子一类的强者都是由最基本的单位夸克组成的 嗯 好难理解啊 完全听不明白嘛 嗯 咱们还是去看看丁照东的实验吧 也许你就能明白一些了 走 小树枪啊 你们来了 是啊 您这么辛苦 我们来问候一下呀 怎么样 有进展吗 没有啊 请问 您现在主要是做什么呀 我现在正在一个小组 在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去寻找新的重粒子 哦 那个重粒子很难找吗 宝贝啊 这么说吧 如果是在雨季 一个像波士顿这样的城市 一分钟内也需要降落下千千万万粒雨滴 你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粒雨滴有着不同的颜色 我们要做的就是必须找到这粒雨滴 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怎么可能会找到呢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的 我也知道这项工作是多么的困难 但是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的 宝贝 你要记住 不论反正意见是多么不可一事 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科学观点 更要毫不胆怯地迎接挑战 并且要坚持下去 好了 我还有工作要做 就先不和你们说了 小叔侠 丁兆忠真的好难啊 这么多人都反对他 工作还这么的困难 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 我希望他能成功 宝贝啊 在丁兆忠执着的探索下 终于在实验中发现了新的粒子 J粒子 他的寿命是通常粒子的一万倍 丁兆忠也因此发现了J粒子家族 耶 丁兆忠好用的 坚持得到了成功 是啊 这粒子的发现也证明了 当时三种夸克的理论是错误的 丁兆忠真是太帅了 丁兆忠体会这段历史曾说过 做基础研究要有信心 你认为是正确的事 就要坚持去做 不要因为多数人的反对而不做 也不要去管其他人怎么看 哎呀 要办你就不要模仿宁朝中说话了 我还是去听原声吧 再见 哇 小树菜他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呢 清报告 2004年10月7日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金兆忠教授回到了中国 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精彩报告 内容呢 是关于寻找太空中的反物质和暗物质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也好好听一下 您觉得人类在太空中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 不知道啊 那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 不知道 嗯 那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方向啊 不知道啊 嗯 小树菜 丁兆忠教授怎么了 怎么一问三不知啊 宝贝 你这么想就错了 即使丁兆忠教授贵为莫本奖得主 也不能代表他什么都知道啊 而且这三个问题 丁兆忠教授也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硬说自己知道才不好呢 同学们 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能去主观 推断 而最尖端的科学 很难靠判断来确定是怎么回事 宝贝呀 从博士到大学的六年间 他仅用了一百美元学费 能让他支持下来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 是什么呀 当然是不知道咯 正是不知道的求学态度 激发起了丁道中的强烈好奇心 是他不断探索不知道的领域 为人类揭开了很多很多的不知道 并最终登上了诺贝尔典讲台 明白啦 小树茶咱们回去吧 我也要把这种不知道的学习精神发扬下去 老爸以后问我什么 也是一问三不知 啊 这宝贝 你可别误会了我的意思啊 嘿嘿 我知道啊 给你看一小玩笑嘛 呃 好吧 老爸 我回来了 呦 宝贝回来了 来来来 给老爸说说这次的收获 嗯 一问三不知 啊 哈哈 你这个小滑头啊 是不是看到了丁兆忠教授的演讲了 是啊 丁兆忠爷爷很有魄力啊 当着那么多人就敢说自己不知道 这种精神难能可贵啊 宝贝啊 我再给你讲个故事 好不好啊 好啊 小爸说吧 我听着呢 哈哈 这是一个反面的预言故事 大家都知道百灵鸟歌喉婉转 缠来求意 刚学了发声 缠就扯开嗓子高喊 知了 人来知了是从百灵鸟那学的呀 宝贝 我都说了 这是个预言故事 你先别打断我啊 然后啊 亿万年来 禅他只学会 知了知了的教 为世界制造些噪音 所以啊 如果我们要像丁教授那样有所作为 就不能以不知为之 而是勇敢的 洗开牙关 写出那三个字 不知道 然后再发奋努力 变不知道为知道 嗯 这些我都明白了 哈哈 明白就好 老爸 你再给我讲讲丁教忠爷爷的故事好不好 好 好是好 可宝贝 你的作业 哎呀 我听完就去写 你绝对按时完成 说话算话啊 那我就给宝贝说说 他获得诺贝尔奖时候的事吧 嗯 有什么事情啊 宝贝啊 丁教忠在获奖感言的时候 用的是中国话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感言用中国话 感觉也没什么呀 宝贝 你现在也许不能理解 但是丁教忠深刻知道自己的感情 他虽然在美国出生 但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 丁教忠决心要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就是让中华之声响彻诺贝尔获奖大厅 鼓掌 宝贝 一起鼓掌了 哦 嘿嘿 嘿嘿 当时丁教忠教授就向瑞典皇家科学院请求 在受奖仪式的集席演讲中 先用中文奖 后用英文复述 当时的美国政府得知此事后 曾竭力阻挠 但丁教忠坚持实现了性格 促使他去聚力力争 终于获得了批准 丁教忠真是好样的 宝贝啊 丁教忠教授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 他也对中国物理学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哎 小树腔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看你这次说得不错 我就不多说了 听你说 宝贝他爸 你说不说啊 说呀 丁教忠教授深深的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 为了祖国高能物理的发展 他不辞辛劳 远舍重阳 多次来到中国从事学术交流和参观访问 努力促进国际物理学界 同中国物理学家的合作 丁教忠教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实验物理的科研人才 他曾经说过 四千年以来 四千年以来中国在人类自然发展史上有过很多重要贡献 今后一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希望在自己能工作的时间内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丁爷爷真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 我也希望能成为他那样的人 只要宝贝努力就有成功的可能 丁教忠教授还主持模拟了地天初开始的一刹那 宇宙爆炸 星际间布满炙热星辰 还要研究此刻的地质结构变化和物质间的相互作用 哇 听着好酷啊 这一实验的费用由13个国家联合复担 光在这个研究小组里就有400多位优秀的高能物理学家 还有一千多位工程技术人员 当时啊 实验发出的高温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几百亿倍 完全是宇宙开始的条件 预料这一实验结果公布后 将是粒子物理学上的又一惊人发现 天哪 宇宙开始都让丁爷爷模仿出来了呀 好崇拜他呀 我也崇拜他呀 好了 你们说吧 我回去休息了 宝贝他爸 你继续吧 宝贝 老爸跟你讲啊 丁教授他总是说工作就是他的兴趣 兴趣使他不会疲倦 你看 说的多好啊 是啊 那老爸你也要好好努力啊 要成为丁套宗爷爷那样的科学家 嗯 我也回去继续响询了 老爸加油 哎 宝贝这怎么教训起我来了 宝贝你不知道吧 多少世纪以来 阿波罗尼奥式的圆锥曲线是数学的巧妙玩意儿 停停 巧妙玩意儿 这个说法行吗 还行嘛 我玩的讨论过 觉得你只能这样说 哎 怎么就感觉有点别扭呢 唉 行不行啊 呃行行 就就这么着吧 宝贝 你不知道吧 多少世纪以来 阿波罗尼奥式的圆锥曲线是数学的巧妙玩意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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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